这个 一个物件 一个而已 那如果把它分解之后的话就变四个分开来 所以这边的话呢 把 enter 分开来 你要确定是分开来 分开来之后才可以 做偏移的动作 那我们接下来偏移好了 那偏移的画法其实很简单 直接点一下偏移 他会问你说你要距离多少 那因为我们两个单位按2就好了 那就选择上面这条线 接下来就往下 可是我建议你们直接 因为你这样点 还要再选一次 还要再点 还要再选 还要再点 这样太慢了 我是建议你们直接 做一个动作就好了 直接怎么样呢 输入 m就可以了 直接输入m 这个地方直接输入m enter 然后呢 直接这边移到最下面这条线的上方一点点 然后就开始点 这样就好了 再来的话呢 一样的方式 我们 这条线 要偏移 所以 再来的话就按一下偏移 然后呢 选择要偏移的 其实 直接按enter也可以 再选他一下 选他之后的话呢 再来就是 要偏移哪一侧 直接输入m就可以 enter 然后 有没有放在 这个 镜头的这条线的 再过来一点点 直接点 一直 往往 多一直点 他就出现了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完成一个表格 那最后你就做一个简单的标注好了 标注这一条线 到这一条线 这个距离30 那再标注一下 这边 到这边 距离是20 这样的话呢 就完成了 好吧 我把画面呢还给各位一下 好